HELLO 大家好,我是咪咪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台 Johnson疾風登山訓練機 我覺得這台是一台非常適合居家訓練的機型 它除了可以做一般的有氧訓練之外 還可以訓練到我們整個核心、上半身以及女生最在意的蜜桃臀的部分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愛這台 也是它最獨家的功能 一鍵間歇訓練模式 只要按一鍵就可以在20分鐘之內 幫我們達到一個完整的高強度間歇爆汗的訓練 非常適合平常沒有時間運動、沒有時間上健身房 又很想要在最短的時間達到最高強度的健身訓練 這台登山機最大的特色是 喬山獨家的SPRINT 8高強度間歇訓練 只要按一鍵不用設定就可以在20分鐘之內完成 整組的暖身訓練以及緩和運動 那間歇運動的優點是什麼呢 因為基研究指出只要每週三次每次20分鐘高強度的間歇運動 就可以達到最大化的訓練效果 而且在訓練之後還有數小時的厚燃效應 燃燒卡路里跟減重的效果才會這麼好 真的很適合現代忙碌的上班族 沒有時間上健身房有這台登山機 只要按一鍵20分鐘回家快速踩一踩 就達到一個燃燒脂肪減食曲線的效果 那它裡面有8組的高強度訓練模式 其中呢我們在做衝刺的時候它會有30秒的衝刺 那你就可以把轉速整個踩到80以上 然後之後會有一分半慢慢的緩和休息 只要這樣完成了8個循環20分鐘以內真的超級爆汗 那大家也不用害怕說 A搭的程度不一樣這台機器會適合我嗎 因為SPRINT 8把HIT分成了10個等級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專屬適合自己的高強度間歇訓練 那平常呢如果大家比較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台機器來做一般的有氧訓練 就可以自行設定你所要跑的距離啊還是重量 或者是你想要燃燒的卡路里 都可以按照上面的介面自行做設定 那如果要想要訓練上半身的話 就是我們在踩踏的時候 用比較多手部的力氣 去踩踏 腳放輕一點 這樣就可以訓練到我們整個手臂肺部的曲線 那如果想要達到一個全身訓的訓練的話 就是把腳跟手的重量放成一樣 這樣就可以達到一個完整的全身性訓練 也可以訓練到我們一個核心的效果 很多人一定會很擔心說 買一台這樣的機器放在家裡 如果不使用 會不會很定的耶 那空氣又浪費錢 其實不會喔 我真的非常的跟大家推薦這台 Johnson疾風燈三訓練機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台機器 跟傳統的機器比起來體積真的非常的輕巧 移動上面也非常的容易 使用起來的噪音又非常的小 完全會影響到隔壁鄰居或者是樓下的住戶 他踩踏的方式 我們的腳也不會離開踏板 這對於關節來說都是一個非常低的衝擊 很適合關節不好啊 或者是掌背也做實用 尤其呢是他一件間些訓練模式 對於平常沒有時間運動的人來說真的是很方便 然後呢我特別也很喜歡他的臀部訓練模式 因為使用起來臀部真的很痠很有感 很適合平常女生如果久坐啊 想要雕塑身材 就沒有時間上健身房的人 那有興趣的朋友都很歡迎大家到全省的Johnson喬山門市 來做一個現場的體驗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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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